大家好 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早餐店的炸油饼 为什么又鲜又软 还不油腻呢 出了水和面的比例很重要 还有几个小气节 海军今天一一告诉你 如果喜欢的可以一起做起来哟 首先盆中放入中筋面粉500克 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4克的酵母 4克的泡打粉 3克的盐增加一点底味 15克玉米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350毫升的清水 继续搅拌 注意啊这一点是重点 水分充足 做出的油饼才能够柔软 因为这个面含水量大 如果下手揉面会特别的粘手 我们只需要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 多搅拌一会儿 让面糊中没有大的颗粒即可 看一下这个面团 角质表面光滑 没有大的颗粒状 盖上盖子 阴风醒发至两倍大 现在天气热 大约需要30分钟的时间 发面的时间里 我们准备一个大的芥菜嘎的 切成丝 头洗一遍 一颗大葱 切点葱花 切好的葱花放入芥菜丝中 加入少许的辣椒粉 用刚刚离火的热油 喝一下 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搅拌均匀 看着颜色浅 可以稍微加一些酱油 拌好备用 半个小时过去了 看一下这个面 已经多半盆了 明显的已经鼓起来了 看一下里面这风磨组织 特别多的风磨组织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排气 排出面里多余的气体 搅拌好以后 我们把面直接移到案板上 手上蘸一点点油 它按压一下 整理一下形状 面片压一压 从中间一分两半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一个面剂大约100克 我们拿起一个面剂 边缘处往里收一收 直接按压扁 按成圆的方的都可以 稍微厚一点的面片 然后中间戳个洞 以便炸的时候排气 我们试一下油温 放入一块面团 面团能三秒钟飘起来 证明油温已经达到了 注意这个油温也是重点 高油温下入生坯 才能吃炸出的油饼 又鲜又软 油温一定要高 达到180度到200度左右 放入油饼生坯 用筷子敲一敲 底部炸至30秒钟微微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另一边同样也炸至30秒钟 两边达到金黄的颜色即可出锅 这样高油温下锅炸至的饼坯 里面油少不浸油吃起来不油腻 家人们看一下炸饼就出锅了 趁热吃是外酥内软 稍微塌一会是特别的柔软 折不断 要多软有多软 加上一些刚刚拌好的咸菜 早餐来剩一杯豆香 完美搭配 这样吃别提有多香了 咸香美味一点都不油腻 你们喜欢吗 喜欢就动手试做吧 在早餐店吃一个这样的饼 最少也得两三块钱 在家里我们轻松搞定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